寿丰乡水连村因为地处偏远 整个村座居民都是以原住民为主 方圆40公里内只有一台提款机 而这台提款机经常故障 民众必须要开40分钟车程到市区才可以领到钱 寿丰乡会表示说 当初设立也是基于服务偏乡地区的乡亲 不过维护费太高了 目前只能够苦撑经营 寿丰乡的水连村约有500多位村民 在此以农耕或捕鱼为业 83年受丰乡农会基于照顾偏乡 就在目前的加油站旁设立了提款机 由于村庄里只有一台提款机 如果这一台机器故障 村里的年长者就必须拜托村长或是邻居 开40分钟的车到市区来帮忙提款 对当地居民相当不方便 有时候我们不敢去领 为什么 每次卡住 会卡住啊 卡住是钱卡住还是提款卡 卡他卡不出来 经常的哦 现在我都不敢了 要钱的话就到手锋那里了 船船坏掉 啊 他不是24小时啊 加油站下班就没了 嗯哼 对啊 那突然要用钱怎么办 那没办法 要不然就要跑花莲了 当然要用钱怎么办 嗯我们水泥人会互相交 会借这样子 那会不会希望多一点提款机 那当然啊 教占站站长表示 这一台提款机是属于受风箱农会 因为在部落找不到安全的地点装设 所以在民国八十几年 由在地教占免费提供场所放置 夜间会关门 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沈丰相农会则表示 这一台提款机可跨航领钱 且具有补折功能 但无法存款 故障都会马上派员前来维修 由于这一台机器设置已有十多年之久 每年所投入的维护保养费相当高 基于照顾偏乡 未来会报请农业金融局给予协助处理 记者林杰受风采访报道